一名頭戴安全帽的男子 大半夜在一處民宅徘徊 看準住家外的一隻金剛鸚鵡 後馬上拿出手上白色大袋子 緩緩靠近 直接把鸚鵡罩住 不過因為鸚鵡不斷掙扎 無法順利抓進袋子 另一旁戴著口罩的共犯 趕緊上前幫忙 兩人到手後 立馬狂奔到轉角處 四組聽到金剛鸚鵡的慘叫 後也馬上追了出來 無奈最後兩人騎乘機車逃離現場 事情發生在屏東縣內埔鄉一處林裡 竊賊看準四組會在半夜三點整理鳥園 還會把琉璃金剛鸚鵡 暫時移到住家門口 確認四下無人後 兩人直接上前撿開鸚鵡腳上的鐵鏈 並又大袋子將鸚鵡爐走 顯然兩人來偷竊這隻價值破萬的 琉璃金剛鸚鵡 可能早有計畫 而四組發現當下為時已晚 只好PO網前民眾斜巡 同時也已經報警出力